各位好朋友 耿耿仙儿一董哥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正元 各位耿传媒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年节一天一天的到了 过年的时间是大家团圆的时间 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 大家都有一个好的事业 事事顺庆 然后最重要身体要健康 祝福各位耿传媒的朋友们 在2024这个新的一年里头 兔年行大运 突飞猛进 祝大家兔年平安快乐 合乎健康 合乎发达 那么谢谢各位过去一年 对耿传媒的支持 那么也观赏我个人的节目 我们非常的感激 那新的一年就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当然有新的气象 而且有新的期许 过年你要有信念的话 你可能跟我一样 我明年最希望下架民进党 各位朋友 那这是我们共同的信仰 大家一起努力吧 那愿大家 每个人都赚钱 每个人都发财 每个人都心想事成 祝大家前途光明 兔飞猛进 当然最重要的 有人说兔年来是可爱的兔宝宝 有了可爱的兔宝宝 大家要心情快乐一点 过去几年大家心情都不好 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时空环境能够有所调整 能够有个快乐的兔年 谢谢大家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红兔大展 万事如意 加和加乐 然后岁岁平安 我们跟传媒很感谢 这么长的时间大家来支持我们 祝大家 恭喜花财 红兔大展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议员侯瀚廷 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 一元赴使 二龙腾飞 三样开泰 四季平安 五福灵门六六大顺 七星高照 八方来福 九月的神通 十全师妹 百事即将现实如以万事都顺利 侯瀚廷祝福大家 兔年行大运 Happy New Year to you